张姓女高中生的母亲看到女儿遗体哭到几乎快昏过去 必须要旁人搀扶才可以行走 民国88年6月当时就读高二的张姓女学生 因为要做军训作业 便请哥哥载她到西门町附近的国使馆搜集资料 哥哥还跟她约好50分钟后来载她回家 殊不知这一别兄妹俩再也无法相见 当天值日的一宾郭庆和 看见女学生知身可欺 于是假借登记资料为理由 诱骗女学生到馆长室 女学生的哥哥在门口苦等不到妹妹 犯案的郭庆和这时主动走向哥哥跟她说 军事馆内已经没有人 这句话成为最后破案关键 当时她是穿了拖鞋 她不好意思到这个机关里面去 对她约到外面等 那这个嫌犯是看到外面有人在逗留 就告诉她说里面馆里面已经没有人了 你可以回去了 所以我们据她告诉她的话的理由 所以我们觉得很有嫌疑 行凶后郭庆和先将尸体装进大垃圾袋后 还先去过端午节 回来后才跟友人把尸体弃置在板桥武权公园 五天后才被人发现 一开始郭庆和还失口否认犯刑 直到警察看到她胸前的抓痕 才让她扶手认罪 检察官随后到殡仪馆向验尸体 并且当场召开临时侦察庭侦讯嫌犯 郭庆和最后被判死刑并在童年枪决 但女学生的年轻生命再也回不来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